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亚 你是我的仆人 我造就你 必不忘记你 二十二节 我屠没了你的过犯 将口云消散 我屠没了你的罪恶 如薄云灭没 你当归向我 因我救赎了你 其实在这段时间看已策书的讯息 先知很重要的宣告 就是告诉我们 神是创造主 也是救赎主 神是创造主 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神的 而且神是最认识我们每一个人 神会在知道我们的需要时 帮助我们 供应给我们 所以先知的宣告告诉我们 在第二节和第八节 我们不需要害怕 不需要恐惧 当我们在人生的祭遇当中 我们都会有害怕惊恐的时候 但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要叫得神是我们的创造主 我们不需要害怕 神会在我们艰难的时候 来让我们经历到去创造的大力 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人 当人在害怕的时候 其中一个很基本的反应 就是人会去寻找拯救 所以在先知的宣告里面 提醒我们 神是救赎主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信仰 他们去寻找拯救 就会去 像中国人所说的 求神拜佛 或者也好似以词书所提到 他们会做不同的偶像出来拜 但圣经告诉我们 神是救赎主 我们真正的拯救 是来自神 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二十一节 更加有一个宝贵的信息 告诉我们 神做我们 他一定不会忘记我们 所以纵然我们今天在艰难的时刻 神一定没有忘记我们 有时我们以为神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的祈祷 有时我们觉得我们仍然讨告的时候 不知道神有什么回应给我们 但这里提醒我们 神永不忘记我们 神会忘记我们 只不过有时人忘记了神 人会用自己的方法 用自己想到的事 来到去寻找一些的拯救帮助 这要提醒我们 神会忘记我们 在神的不忘记当中 更加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 在第十二节告诉我们 神去认识我们 他更加知道我们是犯了不同的罪恶过犯 但他用的方式是要救赎我们 涂抹我们的过犯 涂抹我们的罪恶 这是一个奇妙的救赎 所以我很盼望 当我们今天 读到这两字经文的时候 读到这参加书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有机会去想一下 神这位创造主 如何来到去帮助我们 供应给我们 以致我们不需要害怕 神是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想一下 我们有没有一些得罪神 得罪人的地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求祂的赎面 求祂的欢喜 愿意我们的一段安静 来到神面前 来到好好地反省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来到神面前 愿意承认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过犯 我们一起来祈祷 神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有宝贵的应许 你让我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 而你是我们的创造主 而是我们的救赎主 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 向你祷告 按照你的应许 主 你说过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顺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剩我们一起的不义 多谢你有宝贵的应许 愿意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 来到成为一个 蒙你赦免救赎的人 成为一个神你所喜悦 新造的人 多谢你 听我们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